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土耳其西北部和希腊交界的 爱定尼省一片汪洋 周五玛里查核暴涨 泛滥溃蹄 短短一天内河川排水量 就暴增了四倍 目前连接希腊的道路已经封闭 当地政府说 目前淹水情况趋于稳定 但如果持续下雨 或是溶雪突然增加 还可能会存在变数